一段佳国王室 数度秋莫冲锋 同宗两岸 海峡一弯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云 有哪些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还有怎样 血浓水的意外相承 针牙共此时系列节目 台海记忆 拨开岁月尘封一案 揭秘历史背后 显为人知的内幕 带您走进 见证传奇的音乐园 分享难忘的台海记 一早三六年冬天 在拥救蒋介石的问题上 何云青会和于姓美林争论不休 何云青在台面上做黑脸 让宋美林 关纳这些人 在台面下做白脸 抗日战争胜利后 中国战区的受想主官 蒋介石为何安排给何云青 何云青和刚成您 无事的关系 非常难 1949年末 关环退去的何云青 随蒋介石败退台湾 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人生岁月 何云青后来 其实等于是复显的一个角色 位列蒋介石麾下八大金刚之首的何云青 他与蒋介石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恩怨融入 天涯共刺时 为您揭开蒋介石与何云青之间 显为人知的秘密 1936年的12月26号中午12点 在众人搀扶下 缓缓走下飞机的蒋介石 没有了往日荣光威严的架势 取而代之的是 一袭黑色棉布长袍 裹住的疲惫身躯 他究竟为何落得如此狼狈 蒋介石能否想到 就在几天之前 他生死未卜的重要关头 他的爱将何云青 曾作何举动 那么蒋介石与何云青之间 又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有请两位嘉宾 一同走进蒋介石与何云青背后的故事 有请两位 欢迎你 您好 您好 请坐 1936年12月 龙东时节的南京 寒风色意吹草 在清晨的夜色还未退去的时刻 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员们 被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惊醒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 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层得到消息后 由于无法和蒋介石取得直接联系 对消息的来源并不能确认真伪 仔细了解了解情况后 南京方面才终于确认 原来是张学良 杨虎成 两位将领 在向蒋介石枯剑抗日失败后 在12月12日的凌晨 对蒋介石发动兵战 蒋介石被扣 国民党内部群龙无首 南京乱作一团 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成为南京政府的当务之计 因为在南京 当时只有何应清 他在南京 那其他像行政院副院长 是孔强熙 孔强熙在上海 所以当时呢 整个南京里头 唯一大家还能够信得过的 就只剩何应清 所以不约而同的 就跑到他家里头来 来举行会议 所以何应清一时之间 就变成当时在南京 最受瞩目的一个 举足轻重的角色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市 何应清的职务是 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掌管全国陆军行政事务 由于兵权在握 何应清的位置 显得至关重要 事实上何应清 也是南京国民党要人中 最早得知蒋介石 被扣消息的人之一 作为蒋介石的嫡系之一 出生在贵州的何应清 离蒋介石小三岁 早年也曾在日本留学学习军事 与蒋介石有着共同的留学经历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 何应清就在他的手下 担任黄埔军校少将总校官 此后一直是蒋介石 最得力的手下大将之一 突如其来的消息 一下子将习惯于 站在蒋介石身后的何应清 推向了历史的前排 那当时他是什么态度 他可以说是第一时间就得到了 他是最早得到西安四边消息的 但是他得到消息以后 他马上就叫人封锁 所有南京和西安之间的电子联系 然后他就把考试院院长戴吉桃 和吴志辉还有熊兵 军政部落的次长 找到他家里面去 研究形势 商讨对策 而且呢又以情况不明 封锁了所有的消息 所以很多国民党的高官 在南京的 在上海的那些人 不知道究竟西安发生了什么 在何应清家中召开的 这次碰头会上 面对张扬对蒋介石扣押的 叛逆行为 何应清表现出了 少有的激动情绪 他主张一定要以讨伐的方式 来营救蒋介石 以此来维护国民党的纪律和威严 何应清的意见 后来得到了一些黄土戏中的少壮派的大力支持 主战派与主和派代表双方唇枪舌舌舰争论不休 参会代表们决定 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 召开正式的会议 会议从12日深夜12时 一直开到了13日凌晨3时 最后由于何应清等人 掌握了会议的主导权 初步决定 张学良撤职查办 军队归何应清调遣 就在何应清俨然成为南京政府轴心的时刻 一个人的到来 让局势开始发生变化 13日清晨7时 蒋夫人宋美玲 在姐夫孔祥西的活动下 从上海飞抵南京 面对何应清 讨伐西安的主张 宋美玲的态度 是支持还是反对 显得尤为关键 先事变的时候 当时何应清是主战 那宋美玲好像 她这个态度是和她截然相反的 而且据说当时因为两个人的 这个主张不一样嘛 还和这个何应清大吵了起来 宋美玲就这样 就说张阳所要求的 不就是抗日二字吗 但是何必走 何必大动干戈呢 她说可以通过 何必的方式解决 但是何应清 不等她说完 就在那儿争论 怎么样讨伐 怎么样讨伐 看到这种情况 宋美玲就着急了 那么何应清就火了 你一个女人家懂得什么 国家的事你不用管 那么宋美玲一听这个话 就更火来了 就说 我怎么不能管 你这样做 那么势必是维持蒋先生的安全 所以我不是一个 淫怀于丈夫安全的一个女 我是为国家的命运着想 蒋先生的安全 与整个国民党 国民政府的命运 是密切相关的 他说你不顾这个大局 你要主张马上讨伐 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他说 我就看看你 你这个臭男人 究竟今后 你怎么样 处理这个事 由于少年的流日经历 加上何应清 与日本方面 一直往来密切 如果西安事变 以容纳抗日力量作为条件 得以和平解决 那么他的地位 必将受到打击 因此 从这一角度来看 他反对宋伟林 和平谈判的主张 也有着复杂的考虑 在双方辩论的同时 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清 在部分国民党元老 及黄浦系少壮派的支持下 立主明令讨伐西安 并出任讨逆军总司令 迅速组织大规模的陆军 沿隆海线一路向西进发 笼罩在西北上空的内战阴云 愈加浓重 战争仿佛一触即发 而困在西安的蒋介石 对这一切并不知情 端拿到达西安以后 就带了一封宋美宁 给蒋介石的亲笔信 信上就其中有一句话 叫南京 是戏中有戏 这个话 你怎么解释 是吧 他没有明显讲 但是端拿告诉蒋介石 就说 套爬派想戒轰炸西安 炸死你 你心里边要有数 是吧 他们想取你而代之 风源开始起于 源于端拿这句话 由于日本方面 对联合抗日政策的恐慌 何英钦对此十分清楚 在蒋介石被困 日本十分紧张的时刻 必须要考虑 设法稳住日本 于是讨逆军总司令何英钦 随即令空军 只轰炸魏南 沪平 三元和赤水车站 进地西安示威即可 这样一来既可以稳住日本 又可以对西安方面施压 等待营救蒋介石的最佳时机 蒋介石在得知何英钦轰轰炸西安周围的消息后 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中日盼望飞机声和炮声能早落于尔 蒋介石其实心里面很惶恐 但是后来看见张扬 对他的态度 特别是周恩来 率领中共代表 到了以后 他知道他不会杀 但是他既希望他的亲信 赶紧加冰西安 把他救出去 但是又怕 一旦轰炸西安 欲试皆分 他处于这种矛盾当中 他告诉宋子文说 按照我的计划 先要叫何英钦停止讨伐 那么就有三天的时间 三天过了 如果我还没有得到释放 那么再按我的计划 然而就在何英钦忙于调兵遣将的时候 一封蒋介石的手遇 却打乱了他的部署 在这封手遇中 蒋介石写道 静之无凶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 忘记停止 蒋介石敦促和英钦 立即停止对西安附近的轰炸 究竟又有着怎样的考虑呢 那我认为说 蒋对于这些从外边去施压 要求张学良要屈服 我认为蒋基本上还是同意的 所以当时据说强硬派就一个主张说 如果现在我们用谈判的方式 用软弱的方式 用熟肉票的方式把委员长熟出来 那将来委员长出来的时候脸上无光 那他也没办法再当三军统帅啊 就换成熟肉票的方式啊 所以我认为其实黑脸白脸啊 何应青在台面上做黑脸 让宋美龄 端纳这些人在台面下做白脸 西安事变在各方的努力下开始出现转机 12月22日 宋美龄 宋子文和戴笠一行飞逼西安 第二天 国共双方的谈判正式开始 经过两天谈判 西安事变在双方努力下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蒋介石顺利登上返回南京的飞机 张学良随机陪送 1936年12月26日中午12时 何应青与国民党中央各要员清朝出动 到机场欢迎蒋介石的归来 外界开始猜测 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变得微妙起来 事实究竟是不是如此呢 西安事变之后 蒋介石一直没有怀疑何应青有异性 有一个细节 其实完全可以证明蒋介石 认为何应青主战 那是对了 因为蒋介石返回南京以后 国民政府不是27号召开了一个20万人的 欢迎蒋委员长回京大会 蒋介石因为在翻墙的时候 把腰和腿给摔伤了 很囊背那个样子 而且那种情况之下他也不好出面 他要感谢代谢达持 人家欢迎委员长大家都等着 那么多人想等着看看 一度委员长蒙烂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结果他没出现 最后出现的是何应青 何应青带他在南京20万人的大会上 带蒋介石致达持 这就说明蒋介石在内心里面 还是感激何应青在西安事变当中 主战有助于他的释放 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体制 然而有人认为何应青在西安事变中 一番平日的谦和之态 不顾宋美龄的反对 甚至想要炮服西安 一定是欲取奖而代之 这个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 类似的消息对何应青来说 并不是第一次 早在1927年 国民党实现宁汉河流 蒋介石第一次宣布下野时 何应青就曾让蒋介石失望过一次 这个故事就是说 在贵戏逼宫的时候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出现了林汉之间的这种对立 最后汪精卫扯起了 既反共一反蒋 这样正暗和贵戏的 向林汉配合起来 夹击蒋介石 那么蒋介石指望的就是第一军 就是何应青了 他本来已经准备看着这个形式 他准备以退为进 已经叫陈多雷 离好了下野文告 但是他要假意的要召开一个征求意见会 在那个会上 李中任白总洗就说 根据各个的各方面的形式 我看还是要林汉要合作起来 才能完成北伐 蒋介石说 既然你们要合 那言下之意就是我必须要离开 他是坚决不 主张是要和林方 就是说武汉那方要坚决地打的 但是贵戏 主张是合的 那白总洗就顺水推舟 这样我看 总是令还是最好 先离开一下 等我们把这个当前这个困难局面 度过以后 再请你回来 再来女子 这个时候蒋介石本来是 火已经怒火中烧了 但是他强忍着怒火 他眼睛就飘着合影器 这是他的新信了 但是那个时候合影器呢 他就假装低着头 谁也不看 一声不吭 蒋介石一下子 就说既然你们就要组合 那好好好 他就心中其实就知道 是合影城在暗中 找鬼不过 那我只好走了 他拂袖而去 这件事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后蒋介石也曾抱怨 当时只要何英卿一句话 我是可以不走的 到后来蒋介石复职 文官武将们纷纷发来拥戴殿 唯独何英卿第一军的拥戴殿迟迟未到 作为蒋介石的第一系军队 何英卿的反应如此之慢 让蒋介石大为光火 甚至说出 没有我蒋中正就没有你何英卿 这样错词严厉的话来 听闻蒋介石发火之后 何英卿才赶紧 补发了拥戴殿 在蒋介石与何英卿之间 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为何对何英卿 始终保持难得的信任 这或许还要从两人早年的交往说起 那黄埔军校创办的时候 孙中山任命了蒋介石 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 而何英卿是总教官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好的接触到 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 和下级官 干部的这样一个机会 将近40位的黄埔军校的下级军官 由他的组织考选培训 再加上他是总教官 那么就和黄埔的这个班底 就有一个很自然的亲密的关系 那蒋介石当校长 他是不太管事的 主要的事呢 就是他和那个教育长王柏林 王柏林呢是经常不在 蒋介石去视察的时候 只见何英卿一个人 在那儿兢兢业业的工作 他能吃苦 能耐耐 能身先士卒的这一点 这一点是蒋介石很新鲜 蒋介石建立黄埔党军之时 在校长的职位下面 总教官的职务非常重要 在人选上 蒋介石深思熟虑 认为何英卿能当此重任 当时黄埔军校内部 甚至流传着蒋和并重一词 形容的就是何英卿 当时的重要地位 他有一次他到去黄埔军校 去视察的时候 正碰上考选那些 组织那些一个演习 那些下级干部的演习 当时有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就 假如敌军要进攻 军校的升级三 那么他就说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种方案 那么就说迂回作战 包围敌人 然后为而兼之 这种方案呢 他的优点在于就是 减少损失 但是何英卿选择的方案 就是直接正面的进攻 直接去阻击敌人 最后点评下来 蒋介石说 他很欣赏何英卿的 这种冒险泛滥的精神 他称之为黄埔的传统精神 由于少年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何英卿对蒋介石 总是怀着一种感激之心 在许多人看来 何英卿总是扮演着 为蒋之命侍从的角色 蒋介石与何英卿 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开始相识 两人是相差一届的同学 回国参加革命之后 一起在陈其美手下工作 当后来创建黄埔军校的时候 两个人的关系 从同学同志 变成了此时的安危同战 干苦共产的战友 尤其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情谊 让两人的关系 变得更加紧密 在东征当中有一战 是很危险的 就是棉湖之战 当时叫到第一团 只有一千人左右 而陈景明的军队呢 是一万多人 一万多人打一千多人 是吧 他那个何英卿的团部 包括蒋介石的指挥所 都已经被敌军包围了 如果那一仗打败了以后 不仅违及到国民政府的安全 而且呢 整个党军 黄埔军销的所有的军事力量 可能就全部完了 所以那一张很关键 何英卿是亲自率领 他的警卫部队 直接杀入到敌政里面 最后在关键的时刻 转为为安 既救了蒋介石 也救了他自己 所以那天刚好是孙中山 四世的日子 就三月十二号 所以他们两人都说 这是总理的在天之灵 在保佑我们 明明的保佑着我们啊 所以我们今天打了一个大声仗 所以蒋介石何英卿都把这一天 当作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 这个纪念日 所以这样的 以后呢 他跟着蒋介石 逐渐逐渐的反共啊 清理国民党内部的 逐渐逐渐的在 在何蒋介石夺取 党政军大权这个过程当中 何英卿都做了蒋介石的 坚强的军事后盾 所以和蒋介石的关系 就是这样建立起来 共同走过生死考验的关口之后 蒋介石曾感慨万分地对何英卿说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不久 蒋介石与何英卿决定 结拜兄弟 两人喝了血酒 蒋连长为兄 何为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蒋介石对何英卿为以重任 作为抗战时期 国民党军队主管 在国民党内部 何英卿被称为是 何婆婆 五甘草 作为主管的何英卿 谨慎温和的性格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他想方设法的多方筹措 尽力做到将各方利益平衡 抗日战争胜利后 中国战区的受想主观 蒋介石为何安排给何英卿 何英卿和刚成临时的关系 非常严重 1949年末 关环退去的何英卿 随蒋介石败退台湾 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人生岁月 何英卿后来其实等于 会复显的一个角色 卫列蒋介石挥下 八大金刚之首的何英卿 他与蒋介石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恩怨融入 天涯共刺时 为您揭开蒋介石与何英卿之间 显为人质的秘密 那我们说到后来这个抗战爆发 在整个抗战期间 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在抗战期间 他达到了他的军政生涯的真正的分别 真正的这人家说的就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他的权力已经很大 但是呢 他有一点 他就说 他仅仅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大管家 那管家你管着很多钥匙啊 所有东西要动用什么东西 得主人发话 所以这一点上蒋介石信得过他的 蒋介石不发话 他不敢 他不敢随便动用什么东西 所以人们说他很吝啬 所以何英卿在蒋介石身边呢 他是小心翼翼的 在抗战期间呢 他连他要用一点什么东西 分一点什么战略物资 补给什么东西 都要得到蒋介石的人 就是当家但是做不了主 当家做不了主 蒋介石与何英卿的关系 随着抗战的胜利 也开始走到新的阶段 当日本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的胜利消息 传到南宁 正在前线指挥所准备反攻广州的何英卿 兴奋的手足无措 很快何英卿接到蒋介石的密电 蒋介石命令他迅速制定在中国战区受降的方案 于是何英卿马不停蹄 飞往各战区紧急部署 想夺抗战胜利果实 并准备着手制定垄断受降的一整套方案 1945年9月9日 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 中国战区受降签字的仪式在这里正式举行 何英卿自918事变以后 一直被认为是国民党内积极反共的代表人物 而蒋介石却偏偏选中了他 已经定了何英卿 在中国战区最高的日军的投降的司令官 是刚成明明是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 他的官阶是大将 蒋介石是最高统帅 他只有一级上将 何英卿是一级上将 又是中国卢军的总司令 所以从他们的意义上 这个是对等的 再一个原因呢 何英卿和刚成明明的关系 非同一般 他们在日本司官学校 刚成明子比他长 但是他两人都是好朋友 在他在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任上 蒋介石在背后操纵 和日本的所有的谈判妥协 都是何英卿在地一些 那么他和刚成明次 他觉得刚成明次和他之间 像一个老朋友一样 当时日本投降以后 在国民党内部就兴起了 一个连日反共的 这样一股暗潮 刚成明次是可以指挥 整个日本的在华的 这样一些官兵人 而刚成也明确地表示 他愿意配合 配合国民党 垄断受想 其实就是未来有一个连日反共 这样一个意图在里面 我认为蒋介石 还有一个更远的目标 蒋介石的心目中 始终相信接下来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说对蒋来讲 已经不只是国内搅供的问题 他还要考虑到将来 中日怎么样调整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 蒋介石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那日本势必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所以对蒋介石来讲 放长线钓大鱼 自1931年东北爆发918事变以来 何英卿秉承蒋介石 让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在华北与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妥协交涉 饱受国人责骂 替蒋介石背了亲日叛国的黑锅 这次蒋介石让何英卿主持受降 也算是对何英卿的一种政治补偿 在蒋介石心中 没有人比何英卿更懂得自己 对日本拟得抱怨政策背后 企图拉拢日本的真实意图 然而就在何英卿代表中国 接受日本投降的伟大时刻 他却和日本战犯 钢村宁次私下联系 导致受降仪式上 没有出现原定的一项 颇具象征意味的异常 是不是因为他们这种朋友般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受降仪式上 本来大家期待说看到 这个受降了嘛 应该把这个日本军刀 公公经纪的上角上 但是大家没看到这一幕 是不是事先这个何英卿 这是何英卿精心策划的 在受降大典的时候 本来按照原先的议程 他要刚才凌迟 要戴着佩戴指挥刀 然后在大礼堂里边 把指挥刀承交给何英卿 代表日本脚械投降 对失败者嘛 失败者他要脚械投降 但是何英卿在举行受降大典 前两天 他派了他的参谋王武 迷迷地到了 刚才凌次的住所里边去 他就征求刚村的意见 说按照规定 你可以带指挥刀 但是带了指挥刀 你必须在当场要上角 那就带不带 由你决定 何英卿的这一安排 当然让刚村有了台阶可下 刚村宁次最终选择了后者 在进入寿祥大典之前 私自将指挥刀交由参谋 带给何英卿 因为何英卿的这一项事先安排 让寿祥典礼上没有了递交指挥刀 这一项议程 给庄严的典礼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不仅如此 在当天的寿祥典礼上 当日本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小林浅三郎成帝投降舒适 因手离身体较近 何英卿不得不屈身向前 在这张官方照片里 中方看起来比日方来得恭敬 一时间引起民众的轩然打步 我们看到现在这张照片 就是当时这个寿祥仪式上 被称之为何将军的药 何将军的药 作为战胜国 但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是 那么何英卿在那种情况 小林浅三郎弯着腰 给她递降出的 她是不由自主地站起来 而且弯着腰双手去接 这一下成上哗然了 这是有伤国歌的 对呀 所以你现在后来 包括台湾的那个林克宫先生 在何英卿95岁 画的那个寿祥大典的那张照片 他把何英卿腰也画挡起来了 我们今天看着 我们现在胜利六十周年 中国南京 1945 9月9日 9时 内疆受上大典的话 把何英卿也沾着鼻子的 去接下来 其实这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尊严问题 对 冥冥之中 似乎预示着 何英卿后来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态度 也有所倾向 受降大典之后 何英卿受降介石之命 负责起日本战犯的处理工作 然而他却公然采取宽大政策 他下令调配当时中国船舶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增配火车 不惜停止国内民用运输 竟在短短十个月内完成了 亲华日军和日本参与亲华人员的全部遣返工作 受降的仪式结束之后 面对这个战犯的处理 那么何英卿他是采取宽大处理 那等等这样的一些做法 蒋介石知不知道 这完全是蒋介石的意思 一开始蒋介石定战犯 蒋介石定了一个原则 就是最小范围为宜 但是国民党 就是在国民党内部 大多数人都不认可蒋介石的 这个定罪的定战犯的这样一个原则 当然何英卿是肯定认可 是吧 国民党内部就说 要以他是否构成战争罪 战争罪的大小来确定战犯 但是这个最终还是以蒋介石 为他的一职为一职 蒋介石亲自结见了钢村民事 就让他钢村成了何英卿的 名副其实的一个助手 来处理日本的战犯战俘 和仪桥仪福的整个的遣返的攻击 钢村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 钢村曾经派人给何英卿转达过往 他愿意配合垄断受降 当时钢村明确的受降典礼以后 那何英卿给他的第一号命令 就是说他只能仪军的中国 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仪军的武器 只能交给由他指定的中国军队的官员 也就是说不能挪给地方军和共产党之事 抗战胜利之后 步步紧随蒋介石的何英卿 已经成为国民党军黄埔嫡系的二号人物 位列陆军一级上将 在政治生涯中 也得到了蒋介石给予的种种荣光 然而新冠何英卿与蒋介石小心相处 两人之间的矛盾还是不可避免 1946年6月的一天 深情凝重的何英卿 从南京黄埔路官邸回到办公室 一进门就对树下说 你们没事就下班好了 何英卿的这番话 令习惯了跟着何英卿一起加班的路下 非常诧异 打发手下回家之后 何英卿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让司机开车 送他到了近郊的一个小山坡旁 他低着头走上了车 沿路徘徊 究竟是什么事情打破了何英卿内心的平静呢 原来1946年6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被撤销 另外成立国防部 二级上将陈诚 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总长 原本掌握军队实际管理的何英卿 不得不接受新的工作岗位 受命调往美国 任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军事参谋团团长 在抗战胜利之后 当时蒋介石是选择何英卿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就是参谋团 中国代表团的团长 当时为什么选择他 蒋介石早就想把何英卿换下来了 但是没机会 因为从蒋介石心目中的人 有一个人选就是从三八年开始 建立了三清团 陈诚就当上了三清团的书记长 形成了陈诚通过太子系 和蒋介石之间这个联系的领带 陈诚就很想 谋夺这个军政部长 这个职位 这个职位虽然说是一个大管家 没有蒋介石的命令 何英卿没有做什么事 但是呢 蒋介石也想 陈诚又是浙江的清田人 而且和蒋经国的关系也好 陈诚也很有能力 所以他又很想用陈诚来取代何英卿 1949年1月 国民党的败局已定 蒋介石决定第三次下野 李宗仁如愿成为代总统 然而蒋介石的西口 暗自架设电台 对国民党实行远程遥控 国民党内部军政大员 仍对蒋介石唯命是从 万般无奈之下的李宗仁 想到了曾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 与自己合作过的何英卿 或许他能够帮自己扭转局面 于是李宗仁亲派飞机去上海 接何英卿 面对李宗仁的邀请 何英卿十分犹豫 如果和李宗仁一起出现的南京 势必会引起蒋介石的疑虑 于是他婉言拒绝了李宗仁 随后携亲女与杭州必收 本以为躲开了李宗仁的何英卿 此时却忽然收到蒋介石的亲笔信 在信中蒋介石劝他应该听从李宗仁劝说 出任行政院长一职 在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之后 第二天何英卿就宣布正式就任行政院长 担任行政院长的何英卿 面对风雨飘摇的时代格局同样无能为力 在1949年的大车退中 何英卿于1949年底追随蒋介石 一起逃亡台湾 其实后来到了台湾之后 大概五的就只剩陈臣这个系统 五文的大概就只剩蒋介石他们的人 所以事实上我想对于蒋介石来讲 这就是一个利用这次失败 表面上说令起如噪 他觉得他不够满意的人 甚至包括陈立夫 陈果夫这些人 慢慢的就是把他们边缘化了 所以事实上到了台湾以后 何英卿后来其实等于是傅贤的一个角色 所以事实上蒋介石当时是下了狠心 就是他要把整个失败的问题 整个做一次清算 所以才后来 就是说何英卿也很快的就离开了 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 慢慢的就变成只有一个战略顾问的位 到了台湾以后 原来蒋介石的一干铁杆布下 除了陈诚一支独秀 包括何英卿在内的一大批高官 都被安置在国民党总统府 战略顾问委员会这个冷牙们 此时的何英卿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咨询顾问 实际上却成了蒋介石顾得上就问 顾不上就不问的闲人 1950年 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刑逝世 陈诚成了第一副手 担任副手的陈诚 面对复杂的局面 担心截律 工作尽职尽责 然而烦恼缠身 也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1965年 陈诚因患肝癌 不治身亡 终年67岁 李陈诚大八岁的何英卿 虽然已经年过骨膝 身体却一直硬朗 每日种种兰花 打打高尔夫 玩玩乔牌 生活显得悠闲自如 他待人处是他比较前和 应该说 从现在来说 他在儒家文化 就是综合之道 何英卿是真正得到精确 其实国民党整个他的这个权力核心 他是一个 可以比喻做一个权力的怪圈 进入这个核心圈子里边的人 就是那两种人 一个是对蒋要忠诚 再一个一定和蒋之间 要有同乡啊 这样这样 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关系的人 但是呢 随时随地都在变动 就是像 李宗仁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就是 蒋先生呢 他的 心思太重 又独断专横 他对任何文称武将 他从来不重用 即便是重用 他也是疑心重重 像何英卿这样四平八稳的人 蒋先生都是一直在怀孕的 那么在内部斗争当中 何英卿显然 没有诚诚的手腕 无论是天赐上寿 还是自求多福 生命都是有限的 1975年 蒋介石在88岁高龄上去世 这一年 何英卿85岁 送走蒋介石之后 他又经过了一段孤独的岁月 1987年10月21日 中英心肺衰竭 结束了他97岁的漫长一生 从1949年 败退台湾开始 终其一生 何英卿 再也没能踏上大陆的土地 没能回到 自己魂牵梦营的故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